吉安相公所五号的上午是在吉安苗圃园区 举办了太鲁阁祖感恩祭的活动 族人们是换上了祖福 除了以歌舞感谢上仓 现场更有文化剧场 以及各式的传统文化生活记忆的竞赛 希望能够透过活动 结合教育传达在场的族人 也凝聚大家的向心力 认同文化的背景 达到传承文化的目的 部落妇女拿着米塞 手脸的将糯米去除杂质 一旁的勇士则是不停的敲打 这是吉安相公所五号上午 在吉安苗圃园区办理的 太鲁阁祖感恩祭活动 现场除了有族人带来精彩的文化剧场之外 更是有一连串的传统记忆闯光活动 这么尽心安排 就是希望这些文化能够被传递下去 因为我们我觉得我们每一项的活动 不仅是在娱乐当中 有文化的一个传承 最重要就是我们在教育的部分 也让他们知道我们德鲁古的一些文化 那个技艺 还有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Gaia 也就是我们的品德 既然乡长邮淑珍也穿上太鲁阁足服 来到现场 跟随部落族人们 以载歌载舞的方式来感谢上昌 她表示 希望能借由文化祭典及交流活动 唤起族群的重视及包容 也希望能让族人从小认同 参与部落文化的传承工作 今天是我们德鲁古感恩祭 在我们今天的感恩祭里面 有别于传统的 是把过去感恩祭 我们德鲁古的文化 跟所有的记忆跟传承 放到今天的这样的活动里面 让我们的小朋友 让我们的子子孙孙 可以来学习过去支部煮米饭 德鲁古跟大家不一样的一个 过去的文化跟我们的艺文 也融入在其中 像公所依循太鲁格族人 在山上生活的方式 精心安排活动内容 包括竹筒饭制作 倒糯米 锯木头 传统备荣接力等聚会竞赛 每个传统记忆 富含着深远的文化意涵 乡长游淑珍强调 感恩祭祀太鲁格族旨的 感恩集团结的日子 透过文化祭典活动 凝聚族人精神 深耕文化传承 让文化能够代代相传 记者许丽琴简相报导